记者彭婉新台北报道,一部诺贝尔和平将得主刘小波一双刘霞, 昨上午获准离开中国,搭击前往德国柏林就医。 对此,国际特赦组织发出新闻稿表示, 中国政府对刘霞家人的骚扰也应即刻终止, 同时不该禁止刘霞自由地对外发言。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常爱伟昂则表示, 中国还有超过50位人权斗士遭监禁中, 国际社会不该遗忘,国际特赦组织发出新闻稿指出, 在遭中国政府非法监禁八年后, 刘霞终于获得人身自由,此为好事一桩。 新闻稿表示,刘霞从未放弃抵抗刘小波遭中国政府错误对待之事, 尽管中国政府试图禁止刘霞对外发言, 刘霞仍尽力为人权发声, 不过其身体状况尤为外界关注。 国际特赦组织说,目前刘霞家人仍受中国政府监禁中, 外界需留意,中国政府是否会透过威胁刘霞家属的人身安全, 来达到禁止刘霞对外发言的目的。 无国界记者组织, RSF、东亚办事处执行长爱伟昂表示, RSF长期为了释放刘霞努力,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, 但外界不该因此忽视中国政府对刘霞监禁的事实, 以及目前仍有超过50位人权斗士遭中国监禁。